有人说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在这几天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凡是听到的新闻都是坏消息 当然新冠肺炎我们已经预期情况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很多该做的防御措施在美国失了先机没有做 但是现在要付出的代价却是这么的可怕 那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样子到底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善 什么时候才会有转机 其实在西方预言里头 他倒是的确有提到这一点 在我两个礼拜前出的这一本 视频跟书里头预言中的瘟疫第14章就提到了 在他预言的第4章第30节里就提到了什么时候 这一场灾难才会过去 当然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 不过在今天听了美国学者专家的发言以后 我发现他们说的这个日子跟我当时解出来的日子似乎是蛮接近的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拿出来讲给大家听一听 让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十一次太阳和月亮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有都按度数升高跟降低 放得太低以至于无法缝制金子 这样在饥荒瘟疫之后 秘密就被发现了 我以前曾经讲过跟西方的预言比起来 我们中国的推背图烧饼歌是太容易解太清楚明白了 你们看了这一句预言你大概就了解我的意思 这个真的不知道从何解起对不对 不过我们现在来看 太阳跟月亮不再是想要的 我们要的是太阳跟月亮的光 如果它们没有光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不要的 而且下一句 所有的都按度数升高跟降低 你知道日时月时的时候 它都是一点一点的移开 所以就是一度一度的移 然后他说放得太低 以至于无法缝制金子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度数太低的时候 你太阳的光都看不到 这个金线不是就不见了吗 好像是把太阳缝起来 这样在饥荒瘟疫之后 秘密就被发现了 所以这句话讲的其实再清楚也没有 因为在饥荒瘟疫之后 这就表示饥荒瘟疫都过去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秘密 这大秘密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会知道 但是等到饥荒瘟疫过了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而这时间是在哪里 就是他讲的11次 所以我们现在说了 这个是日时跟月时 要过11次日时跟月时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在12月2019年 然后2020年有6次日时月时 再加上2021年有4次 最后一次就是2021年12月4号 也就是瘟疫应该平息的时候 距今应该是20个月多 跟美国的专家讲说 这大概还要18个月 好像也差不多 如果专家跟预言家 讲的都是事实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要撑几个月没问题 要撑两年 有多少人撑得过 但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当西方预言家提的时候 一再地提到了饥荒 因为短时间是不会有饥荒的 可是长时间交通又被挡住 又没有人敢去瘟疫区 那在瘟疫肆虐的地方 那的确就可能会有饥荒出现 我们现在食物都还很充足 然后一家可以派一个人出去买点食物 但是时间久了 如果真的要两年的话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撑得住 要知道这两年是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赚钱 政府如果要补贴的话 它能补贴一个月两个月 它能补贴多久 我不是违言耸听 但是这个的确是让我既担心 又烦恼的一件事 今天的预言就解到这里 我们有机会的话 下次再谈吧 我是王世云 也是神秘杰马克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